嗨大家 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這句話QA時間第四集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問題呢 也是很多跑者在下面留言的問題 就是一千六到底該怎麼跑才可以跑得好呢 好那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跑一千六最重要的三個項目吧 第一個呢就是配速 如果你因為一點點的配速失誤 可能導致你整場比賽的成績就往下掉的很嚴重 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調整呼吸這件事情 如果你的調整呼吸節奏沒有做得很好的話 你很容易一下就因為過度呼吸換氣 都會導致你的速度開始失速的往下降 第三個重點呢就是你的熱身 如果你的熱身不足 很容易讓你在這個時候因為熱身不完全 第一是關節活動度肌肉活動度變差的情況 跑得很累 那第二就是你沒辦法發揮到你最好的百分百的實力 那今天跟你們分享的這三個呢 就是我個人覺得影響一千六最多最多的三種項目 所以希望你可以透過這三個點 然後下去改善你的比賽前準備 賽中調整 甚至是你的配速觀念 讓你整個一千六成績都可以更好提升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啊 記得鎖定我的頻道 在之後會推出一集 這樣怎麼樣才可以完整讓你的千六訓練 更全面化讓你提升你的千六成績 好啦第二個問題呢就是也有人在下面問說 我呼吸看完影片還是沒有很了解 到底怎麼樣才是最正確的 那今天再提醒一次 有些人問兩吸一吐 鼻子吸嘴巴吐到底要怎麼做 我自己是鼻子嘴巴同時吸同時吐 所以也沒有哪邊吸哪邊吐 那我自己個人是兩吸一吐 那當然速度不一樣會改變 所以記得自然就好 最適合自己的就是最適合你的呼吸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週四見 掰掰 我們下一個人隨便 我們下一個人吃 coma 何idasways 我們下一個人吃3